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考虑买一下 然后暴击伤害的话7%有点低 如果是暴击几率的话算是比较高的 暴击伤害的话在两个属性中能达到10%左右 所以说这7%的话只能算是中等 不能算是太好 技能的话 天赋的话是熟练和电容 这也只有电容可以考虑去校准一下 那个熟练的话算是比较一般吧 不是很推荐 第二个是斯瓦林重型呼吸器 它的两个属性是暴击几率和精英伤害 天赋是技能强度 这个技能强度的话其实并不是首选 是根据玩电力玩家的这个技能强度需求来决定 并不是特别的重要 至于属性的话 29%的精英伤害算是比较初四 正常情况下的话 最高能到45% 不过这是很少见的 基本上20% 30%优先选择啊 30%左右的话是优先选择去校准了 如果说 如果只差12%的话就没有必要去校准了 然后这29%的话应该算是不上不下 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吧 不过这2%的暴击几率是不用想的 根本没有用 第三个呢 是莫勒枪套系统 因为它这是个紫色的 所以说总体的综合值会比较低 而且 它是两属 两属枪套的暴击几率最高能达到12% 暴击的话是11% 所以说 这个3%的暴击几率是基本上没用 6%的暴击几率还偏低 没有购买的必要 至于这把散弹枪的话 看一下天赋 也就是全权盗肉和稳如泰山 嗯 其实的话 对于散弹枪来说 稳如泰山并没有什么泰压的作用啊 基本上也就那种连发型的散弹 比较有用 不过那种伤害比较低 并不是很推荐 那所以说对于一般的这种需要单发上堂式的 或者单发装弹式的散弹来说的话 稳如泰山并不是很大作用 虽然说还算是不错 不过我是觉得挺一般的 第二个伤人呢 是白宫的战队伤人 他卖东西比较多 然后其实质量也并不是特别的高 说真的 我们先从第一件开始 村上工业的科特护手 这生命值和手枪伤害 我觉得光看这两个属性就没有什么 啊 必要去考虑啊 生命值的话并不是优先堆 然后手枪的伤害的话 一般来说没人会选择用手枪进行束缚的吧 天赋投机取巧 摧毁敌人的弱点或破坏敌人的装甲会增加10% 对 所有种类敌人的伤害值持续20秒 如果他仅限于射手步枪和散弹枪 所以说 使用方面还是挺受局限的 如果考虑有天赋的话 优先去选择精英伤更好一点 第二件是轻型防弹背心 因为他是四属 所以说他单个属性可能会偏低 首先是8%的报头上这个数值 如果说你是两属的话是能达到17%的 不过他这是四属8% 在四属中的话 报头上最高能到12% 8%的话算是一般般水准吧 武器伤害2.5% 在四属中是能达到5% 所以他正好就是在中间 如果说你选择两属的话能到15% 其实在选择这方面的话 根据情况看 优先选择三属的这种防弹背心啊 选四属的话真的是 有点浪费了 因为他属性太多了 而且他另外两个是防护生命值和 这个加成装甲 装甲的话是可以考虑一下 不过这生命值1万多的话有点浪费啊 说真的 第三个还是背心 这个背心 13%的暴头伤害是非常好的 但是4%的暴击伤害就没什么用啊 这个暴击伤害明显偏低 7100的加成装甲 其实在三属中装甲值最高能到11000到12000左右 7000的其实并不算高 不过13%的暴头伤害还算是不错 如果说你这个背心上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火力属性的话 可以考虑洗一下13%的暴头伤害 这个数值在三属中已经算非常高了 虽然说在 两属中并不是特别的出色 但是已经非常够用了 因为你是洗在三属上面的 当然你如果说你要洗在四属上面的话 13%是达不到这个数值的 应该是受到 装等上线的影响了 不知道之后的下个版本会不会改掉 就是根据他的说法会去改掉这种校准的限制 这个护锡就不说了吧 暴击几率和加成装甲一个是1% 一个才5800真的是非常的低 不过他主要是要他的天赋吧 15%的对精英伤害重击 这个对于 大多数就是没什么属性可堆的一些玩家的话 就是全武器都堆的玩家是可以选择 因为精英伤的话也比较直接 也就是在打普通怪和 老练敌人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这件紫色的战术背心看一下武器伤害是6.5 生命值的话1万 生命值的话本来也不打算去选择他 所以说直接跳过 天赋绝缘也没有什么用 至于这6.5%的武器伤害呢 是可以考虑洗在三属上面的 三属的话 封顶是9% 根据数据上看的话 8.5%是存在的 但预避的话也不会去特意设计这个8.5吧 应该是9或者10是他的上限 所以说 6.5的话起在三属上或者是四属上的话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不过在两属中的就完全没有用 这个回收的护膝 七关节 护镜七关节 这个看一下属性美勇 主要是天赋 内心满满 不过因为校准方面 主要是校准属性数值 一般来说是不校准天赋的 所以说优先选的话 可能是 考虑你的这个 护膝上是有 内心满满的 而且现在最好的护膝 啊 是内心满满和重机同时存在 那个是最好的 不过也就只有一个品牌的有啊 所以这个也并不是特别推荐 他这个加成 装甲也没有什么开价作用 回收的敏捷 护膝 他这个两个属性是4%的暴击几率和48的技能强度 这个技能强度就不说了吧 最高的话能到200左右 200 以下 通常我觉得150以上才算是正常 然后暴击几率的话 4%已经算是几乎是 比较完美的 最高是到5% 一定没有再比5%还高的 所以4%的话相对来说已经算是比较完美了 如果说你是对暴击的话是可以考虑用一下 因为本身4%5%的暴击几率对你整体上的提升并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如果说你正好是一个 55%到60%这么个区间的话是可以去考虑洗一下子 然后天赋是重击不用说比较基础的配备 普利德文枪套 这个枪套看一下暴击几率是6% 这个在两属的枪套中6%并不算高 而且是明显很低 正常的话应该保持在10以上 因为他封顶的话是12 10应该算是最低标准的吧 至于417的技能强度 这已经算是 还好吧 因为有的枪套在两属中最高能到 650或者是甚至到700 不过我很少见到到700的 650以上都已经非常少见了 至于这417的话 勉强能接受吧 因为毕竟他这个底线似乎非常的低啊 什么100的200的都有 所以说 这个100到600的这个区间会比较大 417也还算是勉强能接受的范围 我觉得武器的话可以直接快速的过 因为武器的话本身不是500的话 也并不是优先考虑去使用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紫枪的话 也就看一个二属三属的话也不用太看 因为他这本身百步穿洋这东西精准度都是 武器的话最好是直接就出这个技能 没有必要特意去洗上去一个 面包蓝的话 这个本身也不是特别重要的 天赋 这对于这些 ai 来说的话 都是优先选择直伤 至于这种打身体再打投资伤的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这把军规m870的散弹枪看了一下子 预料之中感觉还是 挺不错的 装弹的话提升35%的武器伤害 就是 装应该说是你不装满 但是最大装填 就是最大伤害增伤是35% 然后装满的话是50% 持续10秒 他本身是一把5发 5发的散弹枪 所以说装 装满5发 然后输出10秒钟之灵全打光的话也是挺快的 而且他有15%的有效射程 可惜他是一把490的散弹枪 所以说 技能还算不错 对于拿散弹的玩家还算是非常不错 这个精准度和稳定度暂时不看 装弹速度的话是3.7秒也还算可以 本身拥有15%的有效射程 因为他射程很短 所以说15%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感觉上天赋还算不错 只是这把枪不是很好 因为这把黑式rpk741 杀手天赋的话还算是挺不错的 对于一些高暴击的玩家来说是非常的好 因为你有加50% 50%暴击几率的话 你就可以保证100% 通常 对如果说你本身堆暴击的话堆到一些5060的话也挺正常的 5060的暴击几率已经非常不错了 至于百步穿扬的话 15%的准确度对于清击枪来说并不是特别的需要 因为清击枪的话本来就是 越打越准和突击步枪完全就是相反的 所以说也没有用 就考虑第一个技能吧 杀手 不过杀手这个天赋要说一下的话 就是你如果用这个天赋的话 就可以考虑去使用数字准镜和复仇女神 其实 你等于选择失去15%的暴伤和15%的清击枪伤害 换45%加25%的暴击伤害 因为你本身需要暴击击杀嘛 然后损失掉一点这个 特定的伤害来换取暴击伤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清击枪配数字准镜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其他的话就还好吧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校区的商人 第一件呢是强化凶奖分离斯集团公司 不过他这件很糟糕啊 因为他是两房一店 通常分离斯的话是 啊加这种攻击属性的 我说真的 我见攻击属性比较多 比如说我这一件是直接就是三个攻击属性 不过我这个 比较差的是 玻璃几率和武器伤害啊 都属于这种中下级啊 这武器状态基本上是 偏低 然后玻璃几率的话 我突击可能会洗到10%左右 然后狂战士加重击 他这个呢是弹头加重击 所以说天赋也不是很好 那主要就是这个加成装甲还算不错 加到了9200 对于三鼠来说的话 应该能洗到11000到12000左右 至于生命值的话就不用考虑太低 一般都不到 技能强度也是有点偏低啊 第二个呢是丁森防御护膝 这个呢 怎么说呢 本身 并不是特别考虑去买他 因为这个如果说是500的话是非常完美啊 但是他是470的 所以说不用考虑装备用 因为他是霸主军备公司 对于使用步枪的玩家来说非常的适合 他的技能呢 也就是总装甲值和 经营伤害 这非常的好 嗯 他这个属性防御7000的装甲 在这个一属中7000装甲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 基本上是顶属 不过这也只有在你需要 防御属性的情况下才考虑去洗 然后天赋的话是重击 这个怎么说呢 校准的话都挺适合使用 无论是属性还是天赋都是啊 首选啊 这个枪套就不说了吧 这个9000的生命值 光是生命值就不是首选考虑啊 然后9000点的话也并不算 高啊 因为如果说是金色的 只有一属性命值的话 最高能达到18000左右 最多9000点 正好是在中间啊 用处不大 射手步枪的话 嗯 快版和复仇之星 也没什么用 这两个真的是完全没有用 很垃圾 接着我们去看戏院的商人 第一件也是紫色的登山包 595的技能强度和电容 电容的话是挺好的一个 啊 校准天赋 可以直接拿去校准啊 电力玩家必备基本上 至于这个595的技能强度怎么说呢 因为本身背包在背包的精装呢 是没有一属的 最少是两属 然后在两属中595 不算低 封顶的话 大概是650到700左右 然后在三属中的话 595就已经算是高的了 所以说 如果你的背包是三属 然后又需要电力的话 可以拿去进行一下校准 第二个 科特护手生命值的话不看了 然后5%的射手铺枪 伤害 如果他是步枪伤害或者其他伤害的话 还好啊 当然5%的话算是中间吧 因为最高的话是7% 最低的话3% 所以5%的话算是 不上不下这么一个位置 然后天赋是膝盖攻击 没什么用啊 基本上不考虑 第三个 洛蒙德中型呼吸器 他这个5.5%的暴力纪录呢 算是低的 然后2600的生命值也不需考虑 基本上是个废品啊 460的装等也没有买的必要 天赋是绝缘 我觉得应该没人会去选他吧 这个实在是 太烂了 军规L86LSW这把枪的话 加大是可以考虑一下子的 尤其是给一些弹药比较少的轻机枪去使用 比如说这是30发的轻机枪 然后进行加大 他这个是加大之后30发吗 有点奇怪 这个属性不对吧 应该是还要再算上20%的弹夹容量才能比较正常吧 所以说这一把呢 只是推荐一下二技能的加大 也就是大弹夹 对于一些什么rpk7次啊 可以考虑用一下 再把这个弹夹由38或者58进行20%增量 还算是非常不错 这前提条件就是你的艺术非常的完美 最后一个呢 是卡西门多萨 一个会到处乱窜的商人 我是在这边 不过不要以我这为基准 随便找一个啊 给悬赏的npc 跟他对个话 这个点是一个bug点 看对面都是破图的 特别奇怪 这个地方虽然很少来 但是那次来之后就发现他这个破图的 特别奇怪 我们看他卖什么 近距防御背心 这个背心呢 他的属性真的是非常的平均啊 火体电各一 而且属性值的话都属于中上 这个8%的武器伤害在三属中的话 就是中上最高的话是能到12% 不过很少见哦 基本上没有见过10%以上 这根据这个数据统计中看 最高有12% 真的不知道是哪一件会出 运气这么好 然后386的技能强度的话也算是中上 最高的话是能到达600 386的话 但是相对于100来说的话的确算是中上了 然后8450的生命值也算是挺一般的吧 因为最高的话是到1300或者是1400左右 13000或者14000左右 所以8000的话也正好属于一个不上不下的区间 天赋是重击15%的对精英伤害 这个嘛 就是没得说 肯定是必选啊 因为呢 精英伤害的话 就属于你没有什么技能可对的情况下啊 最啊 最优的选择 精英伤 这把紫色的1886散弹枪就不用说了吧 还是步枪好吧 一个五发的步枪是射速 然后改革 看起来怎么那么像散弹枪呢 这根本就不像步枪呀 这把劈柴者 cta21 这把突击步枪的话还算是挺优质的 算是一把偏向于冲锋枪的突击步枪 然后他这把好像是一把特殊的吧 因为他这边写着 这个卡西门多萨专属的话 然后名字也比较特殊 叫劈柴者 看一下天赋 精密计算 稳如泰山 精密计算的话是非常优质的属性 尤其是对那种高射速的武器 这把的话射速是 1000啊 算是比较 在突击步枪中已经算是非常优质的了 所以说他可以使用精密计算 如果说你本身是一把650或者750的突击步枪的话 是不是很推荐啊 因为 你这个25%的射速降低提高伤害的话 其实说真的会影响你的输出 因为你本身射速就很低 然后再减25%的射速的话 虽然说换了20%的武器伤害 但是你的输出时间会变长 并不是特别的推荐 那至于稳如泰山的话 这把枪实际上不太需要稳定度啊 反正需要精准 相对的是呢 就是你可以在握把或者是枪管上把这个稳定度啊 换成精英伤啊 或者是暴击伤 或者是暴击几率这些的 还有暴头上一批选择一下子 这就是唯一的好处吧 其实这把枪的话总体来说还算不错 只不过491的分数偏低 我是不太喜欢飞500的装备 最后一个呢 是军规L86LSW这把轻击枪 不过 这个属性有点眼神刺激和绝世手10%的装填速度是挺适合他的 这个也是轻击枪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38子弹和2.7秒 其实10%的装填对于那些什么5秒钟的啊 轻击枪的话是考虑用一下 不过 并不是特别的优先选择 刺激的话真的是 没什么太大作用 总体上来说 没有必要花这个钱买一个只把枪去叫转了 这次看到的话 这五个商人都挺一般 并没有什么比较特殊或特别好的武器防具给我们买 不知道真正的这个改版上线之后 他们会不会固定卖一些500的装备啊 因为这个500以下装备已经没有用了 不知道预备会不会对这些商人卖道具 他们这个属性进行一些优化 能出一些更好的属性 让控玩家去叫准使用 那视频就到这边 拜拜